大家好,我是飞食老师 最近呢,有网友发我这么一个模型 哇,非常的不错啊 这是一条龙,而且是可动 全身关节可动 像蛇一样可动的那种龙 上面的细节非常的丰富 并且最大的优点是不需要支撑 所有的东西 旋空度都不高 然后中间还有两根胡须 这是模型本身1比1的这个大小 放在一个ender3 创想三维的打印机 切片大小的这么一个框框内啊 就是个大小啊 好,我们来设置一下 首先呢,我想打印的 先打印质量一般慢慢 就0.2层高 我常用的0.2层高 然后接下来是墙壁的厚度是三层 然后再接下来呢 是顶部和底部的厚度 全是使用的三层 填充率呢 我使用20% 这样子会更加牢固一些吧 那然后下一个 温度,打印温度的话呢 喷头设为215度吧 流动性好一些啊 底板温度设为70度 粘贴性更好一些 速度呢 我设置的是 打印速度为40 移动速度为50 回抽的话呢 默认值啊 回抽是7毫米 以45毫米每秒的速度 冷却全开 支撑不需要 底板粘连的方式呢 我使用的是这个 主把底板RAFT RAFT EXTRA MARGIN 它的边缘的宽度是3毫米 然后间隙为0.28毫米 兼顾它的 粘连牢固度和玻璃的时候的 这个容易程度 下面的就不用考虑了 挖屏模式什么都不需要 好,我们来切片 需要19小时50分钟89克的 用量啊 重量不怎么大 开始打印了 那么来注意一下 它的主把底板的最边缘 那个打印效果 看起来还不错 这根打印了 四个厚度适中 没有过度紧贴 平台也没有跟平台距离太远 然后呢 再用手摸一下 好,挺牢固的啊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这种松垮 好了 19小时之后 再见 好喽,这条龙 上面有些细微的拉丝 取下来 从底板上取下来的 哇,非常的长 然后上面一些 小细节 还有一些小瑕疵 就这种小的一颗颗粒 可以用笔刀把它削掉 层高0.2的效果 就是这样子 两个龙须呢 是后来装上去的 简单的切削打磨一下 塞进去就可以了 整个龙的活动范围 非常的大 活动性也非常的 灵活 活动性很棒 应该说 哇哦 它每个关节 几乎都可以 都可以转 让我想起了我以前装过的一个 龙女 这样子的一个人形的 模型 可通性也非常强 但那个呢是需要用铁丝 穿在关节中间 让它来固定到一块 但这个的话呢 自我连接到一块 非常的溜 这个模型好屏 这模型好屏 非常不错 拎起来以后非常的柔软 哇哦 可玩性 观赏性还是很高的 如果你用不同颜色的耗材 去打印的话 可以给自己家里面装饰装饰吧 装饰性一流 看看能不能摆出别的造型 哇哦 上面再装个小人 就有点像那个 七龙珠里面那种景象了 对吧 骑着龙头的那个悟空还什么的 好了 那么关于这款模型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吧 后期呢 我用打火机给它全身 稍微烤一烤 把上面一些毛给烤掉 这样我会更喜欢这只龙的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